七胞胎你见过吗 性格迥异的他们挤在小公寓里 动不动就会起摩擦 今天嫌你饭做的难吃 明天就是嫌你说话大声 然而这些都还不是重点 对这七个姐妹来说 更要命的是 他们在外界的身份只能是同一个人 未来世界由于生三个以上太多 全球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每家只能生一个小孩 但尴尬的是由于转基因作物出现问题 孕妇怀上的大部分都是多胞胎 这样一来 除了最年长的孩子 剩下的全都要被政府强制冬眠 说等到几百年后 再苏醒 父母一听不乐意了 谁愿意自己的小孩一生下来就被抢走呀 于是偷生私藏成了家常便饭 有一名孕妇为了不被举报 偷偷生下了七胞胎 可她也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七胞胎的爷爷很难过 为了纪念女儿 她把七胞胎挨个命名为周一至周日 然后以女儿的名字凯伦 为他们建立了统一身份 每周一天 他们轮流假扮凯伦 躲过计划生育局的追查 而为了不露馅 姐妹们每天晚上都要开会 事无巨细地分享给大家 以便完成下一天的伪装 三十年过后 七姐妹在日益严苛的社会环境中存活了下来 这其中老大周一的功劳最大 因为她的努力 凯伦这个角色成了一名完美小姐 她有颜有身材 要实力有实力 目前任职于一家大银行 晚上开会时 她商谈着第二天该如何升职的事 可周四受不了了 她一心只想追求自己的自由 周一不高兴了 她指责妹妹一直都只考虑自己 因为在小时候 周四曾自己跑出去偷玩 结果不慎摔断了一根手指 为了不露馅 爷爷只能忍痛砍掉 剩余六姐妹的每人一根手指 而这也让周一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第二天 本该正常下班的周一 却迟迟没有回家 姐妹们心里直犯嘀咕 都担心被生育局发现 为了探清真相 隔天周二乔装打扮 出门上班调查 她发现同办公室的一名男同事行动可疑 她怀疑是因为竞争关系 男同事把周一姐拐走了 可下一秒 生育局的人忽然出现 他们带走了周二 还把连接妹妹们那边的信号掐断了 这会儿多胞胎姐妹彻底慌了 周一大姐失踪 周二二姐也失踪 周三难不成三姐又要失踪 周三姐不信邪了 要是生育局上门来 我就把他们全打趴下 结果下一秒 生育局真来了 他们用周二的眼球扫进姐妹公寓 紧接着找到躲在镜子后面的五姐妹 细细一数 还有个人呢 忽然周四从背后偷袭 与特工展开激烈搏斗 其余姐妹见状迅速过来帮忙 一番疯狂的拳打脚踢后 他们艰难的送掉几名特工 但这时 忙那周日却身中一枪 他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很快就没了呼吸 姐姐们难过极了 他们发现周二的眼球后才后知后觉 七包他的秘密已经暴露 生育局的人正在猎杀他们 周三顿时火了 他只身出门探寻真相 找到了之前的那名男同事 男同事见到他一脸迷之微笑 表示只要让他升职 他就不把凯伦跟政府签的秘密合同说出去 可就在周三一头雾水时 一声枪响 对楼一个狙击手枪杀了同事 周三吓一大跳 他赶紧找到同事的平板 把上面的秘密合同复制下来 此时特工也已经赶到 一番激烈大战后 周三姐虽然干掉了不少 但双拳终究难敌四手 他连忙逃跑 在周五的远端指挥下 逃进了一家工厂 一个助跑想跳过去 但这时 对楼的特工忽然出现 他一枪击中周三 他们就收到了周三发来的合同 他们震惊地发现 七姐妹中有一人 打算非法给一名政府大佬 转移银行公款 这会儿生育局特工 闯进了一个多胞胎家庭 在杀了周三姐之后 他们紧接着又杀掉了周六姐 在周六死前 他刚以自己的肉体为牺牲 黑进了生育局的监控系统 在这里 周四和周五发现 周一似乎还活着 周四打算立刻去救他 但这时 生育局的脚步又响了起来 周五知道 两人一起走的话 很难都活下来 于是他选择自我牺牲 留下来炸了房子 跟特工们同归于尽 周四来不及过多悲痛 他找到了之前 被周六色诱的警探 逼对方带自己进入生育局 可一番对话后 却发现 这名警探竟然是周一的私藏情人 在得知爱人有难后 警探亦不容辞地帮助周四 他打晕一名特工 把周四装进果实袋 运进内部 这里两人又发现了 颠覆三观的事 原来政府所谓的 把多余孩子冬眠 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他们把孩子装进舱内 下一秒却是烧死孩子 周四愤怒不已 他起来一阵凶猛操作 直接送走了几名实验人员 在找到关志姐姐的牢房后 他发现被关的人 居然是周二 原来之前生育局 只是挖了他一只眼睛 并没有杀死他 那么 真正的周一去哪呢 此时 真正的周一出现了 好家伙 原来他才是幕后黑手 30年来 他一直尽心尽力 扮演凯伦的角色 担负着照顾妹妹的压力 但周一现在因为跟警探 坠入爱河 他打算抛弃不懂事的妹妹们 追求自己的独立生活 他向政府大佬 出卖了自己的秘密 条件是给大佬 转移竞选资金 而大佬为了维护公信 决定擅自处理 剩余的六姐妹 同时为了怕周一反悔 这才扣押了周二作为人质 另一边 周四得知真相后 无比气愤 他让警探和周二进入机房 把烧死孩子的视频 曝光出去 他自己则假扮成凯伦 进入竞选现场 可在洗手间里 他撞上了周一 周四难过的不停指责对方 而周一也有理说不清 自己为这个家 付出了这么多事 结果妹妹们一点都不懂事 周四向其道歉 希望对方能够 重新跟家人在一起 但周一已经走得太远 他举枪对准了周四 周四猛地扑过去 两姐妹开始疯狂掐架 最后两人都抓住了枪 砰个一声 周一中枪了 周四重新伪装好自己 来到竞选现场 此时周二已经成功完成任务 牌子被杀的视频 当众在屏幕上曝光 全场一片哗然 大佬气得差点晕倒 这时负伤的周一走了出来 他举枪对准大佬 可刚要扣下扳机 一旁的特工却开枪击中了周一 在场的警探 也跟着干掉了特工 此时奄奄一息的周一 流着泪向妹妹们道歉 并表示 自己怀上了警探的双胞胎 希望妹妹之后能够保住他们 在周一死后 大佬也随着视频的曝光 即将面临死刑 而计划生育 也在民众的示威下废止了 生育室里周四等人 看着幸存的双胞胎 缅怀着周一的逝去 周二说 给自己改了个名字 周四微微一笑 表示自己的名字 依然是凯伦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猎杀》 星期一 欢迎关注《窥幻战》 我们下期再见